一位非常崇高的马来西亚元首阿布都拉 他29号非常罕见 公然的谴责 饱受危机打击的首相 慕尤丁政府误导国会 引发了朝野人士一片哗然 纷纷指控慕尤丁是叛国 要求他应该要下台 马来西亚现在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 今年在1月的时候 宣布要进入到紧急状态 此后国会就维持修会的情况 不过外界非常不满 国会停摆的愤怒是继续高涨的 连国家元首阿布都拉他也看不下去了 首相慕尤丁才会同意说 国会要来复会 而批评人士就痛斥 这是慕尤丁为了要保住政权的权益之计 而慕尤丁带领的联合政府 去年没有经过选举就上台 丑闻平权导致了失去盟友支持 而濒临垮台 马来西亚执政联盟最大党的巫统主席 先前已经宣布了 慕尤丁没有办法有效的应对新冠疫情 决定不再支持他 而慕尤丁现在四面楚歌 面临的是一个下台的压力 好我们刚刚看到马来西亚的一些政治动荡状况 今天我们就请到是马来西亚的太平洋研究中心 首席顾问胡一山教授 是不是请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是那要马上请教老师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大马的元首 这回公然批评首相期非常罕见 那可能会带来哪一些效应呢 马来西亚是一个所谓的群主立宪国家 其实国家的这个政治权力呢 主要还是掌握在就是主政的这个首相的这个首中 那么这个元首呢 一般上他只是扮演着一个很象征式的一个角色 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 就说有宪政上可能出现一点危机的这个状态之下呢 马来西亚的元首 他可能就觉得自己应该扮演比较积极的这个角色 这主要是因为慕尤丁政府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呢 他是坚决的就说不希望有比如说这种各种的 在国会里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在掌握得了 在国会的这个多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说会进行表决的这个做法呢 他是尽量的去排除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并不知道慕尤丁政府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在掌握国会里的大多数的这个支持 而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根据这些君主立宪国家的这个宪法呢 当朝的首相以及政府必须得到国会的支持 才能够继续的当权下去 而他是拒绝的就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监督 这样的一个支持 所以对不起 这个国家援手呢 就被逼不得不以比较严重的这个词语 来就说慕尤丁不应该继续的这样倒下去 好另外也要请教老师 是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次的危机好像是因为疫情控制 比较失当的一个情况之下 现在马来西亚政府有没有打算要在这个疫情控制上面来做一些加强 我想在过去的一年多里 马来西亚对于疫情的这个处理模式呢 好像就是哪里烧成一团火 那就赶快的就抢着去要打火啊 铺火啊等等 他所缺乏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周详的这种就说疫情的这个控制的这个模式 比如说去年的年底当全世界各地可能就说比较眼见的这些国度 大家都在去要抢购疫苗的时候 那么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呢 看起来还是思思然的 并没有采取很积极的这个行动 一直到今年 比如说到了三四月的时候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才比较积极的去要购买疫苗啊等等 然后他的各种的这种防疫措施呢 好像也是出尔反尔 有时候又就说对于一些行业可能又比较宽松 对于另外一些行业可能对他们的行动管制方面比较严厉 而大家也看不出为什么有些比较严厉 比较宽松啊等等 所以这当然也加剧了大家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不满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慕尤丁政府 他是拒绝接受国会的这个比如说表决于 他还有没有大多数议员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也演变成政府和这个马来西亚的君主 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国家严守之间呢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对立的这种状态 好谢谢老师带来详细的分析 我们也看到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部分 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一些这个争权 或者是下台等等的危机 再次谢谢老师了